李立真首度谈及与潘元良30年情感 坦诚是蓝结音的离世令自己顿悟 2018年9月香港知名作词人潘元良公开 了与小17岁女友Rita在加拿大结婚的婚讯 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大家在祝福潘元良的同时也把目光放在了 一代女神李立真身上 只不过李立真一直没有对潘元良结婚这件做任何表态 直到半年之后李立真才终于开枪谈及了自己的感受 李立真的情感人生离不开潘元良 他与潘元良斥产了30年曾经四分四合 从青春少女一直等到徐娘伴老却还是没有修成证过 所以有人形容两人间的情感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这个倒是一点不假 李立真与潘元良的相识在1986年 那个时候潘元良正在拍摄人生中年首部电影《恋爱季节》 两人一见清新感觉良好只不过当时潘元良有家事 这段感情自然只能无极而终是遗憾却也是一个开始 在后来潘元良谈及到这段萌芽的情感的时候 他坦然承认与李立真相识不久就有了恋爱的感觉 但是没有发展下去 谁都以为两人这段情就此被扼杀了 毕竟后来李立真与潘元良都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 李立真在1996年与曲苑结了婚还生下了女儿曲义荣 不过仅四年就结束了这段婚姻 而潘元良也在后来与前妻离了婚 就这样两个单身的人在2007年的时候又终遇在了一起 爱火重燃最后决意走在了一起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重逢 而好景不长的是李立真与潘元良在一起之后 他的女儿极力反对为了顾及女儿的感受 李立真无奈与潘元良提分手 而当时的潘元良也是爱的投入 坚决不离开 更表态愿意等李立真 于是这一等就又等了六年 直到2013年 两人又复合了 当时还一度传出结婚的好消息 谁知道2014年的时候两人又分了居 李立真表态因为女儿与潘元良关系不合 为了女儿她只能选择分开 这是两人的第三次分开 在2015年的时候潘元良在电台做了一个广播音乐剧 内容令人觉得在讲述她与李立真的情感故事 当时就有媒体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没想到潘元良大方表态她与李立真关系很好 情感稳定 这根本就是默许了她与李立真又重归于好 这也是他们的第四次和好 怎料才不到一年 2016年的时候两人又再度宣布分手 这一次一分就再也没有回头 因为2018年9月潘元良公开了与女友的婚训 也是在这个时候或许李立真才真的是如梦初醒 2018年潘元良公开婚训的时候 大家都等着李立真的回应 然而她一句话都没有表态 很多人都觉得她已经放下了 毕竟两人也分开了两年 但是30年的分分合合又怎么是说放下就放下的 她不表态不是说明没想法 而在事情过去半年后的今天 李立真一反常态 公开了自己的感受 最令人意外的是原来在2016年她与潘元良分手之后 她竟然还一直在等着潘元良回来找她 更期望有第五次的重逢 只是这一次潘元良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李立真表示两人经历30年的离离合合 本来应该是看淡一切 没想到真的分开的时候却又万般不舍 2016年分手之后 她带着女儿飞往加拿大疗伤 这是在给自己机会 也是在给潘元良机会 当时已经有朋友告诉她潘元良有了新的女朋友 只是她自己都不愿意相信 还在苦等 直到潘元良婚训被公开的那一天 她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个消息 一脸恶然 但是在女儿面前还要故作坚强 那一刻她才意识到潘元良不会回来了 与潘元良这30年的痴禅 李立真总结就是有缘无分 所以一直在交错过往 她直言当年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李立真的确有考虑过再婚 靠情绪要控制 而再知道了潘元良在婚后她才清醒 意识到两人已经怨静 而之后好友蓝结因突然的离世 又让她顿悟如果再继续下去 她很有可能就这么废掉了 所以在今天大胆公开了自己的感受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 这一次她是要放手了 面对李立真难得真情否败 潘元良在近日则是以相如以沫 不如相望于江湖来回应 一切也是时候画下句点了 而对于这一段横跨了30年的情感 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就像李立真所说的就是有缘无分 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就只能一直交错 说遗憾也真的很遗憾 相识30年的爱人最后结婚了 妻子却不是自己 这样的心情李立真比谁都更有体会 但是日子还要继续 所以她也表示过去都已经过去 这是她第一次谈自己与潘元良的感情 也是最后一次她渴望新的生活 最后祝福李立真也祝福潘元良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